嗨大家好,我是Danny,歡迎回到我的頻道,我是Danny 我已經...我都已經不敢看我多久沒有拍影片了 因為我覺得應該有兩個月吧 我知道我消失了非常非常久 所以今天就來跟大家交代說為什麼我消失了這麼久 然後很難得來一個get ready with me 首先真的很抱歉說我消失了這麼久 一方面我覺得算是工作很忙啦 因為我三月去了越南出差 然後剛好又碰到我阿公的喪事 然後四月我又去了美國快兩個禮拜的時間也是出差 這樣呢我又要去香港然後再去泰國 因為我們品牌挺蠻小的 然後但是會議有很多然後conference也很多 所以很感謝就是公司給我機會可以讓我一直出國 但是相對的因為這樣子就是我在家的時間變得很少 然後能拍片剪片的時間相對的也減少很多 不過最主要不想拍影片其實是心境的問題 因為我不知道我也說不上來 而覺得說最近最近覺得拍影片阿或剪影片特別的沒有幹勁吧 應該這樣講 也不是說也不是說我不喜歡我拍的影片 而是說我慢慢的覺得說我跟我自己的頻道 我越來越不熟悉 就是有一種我越來越不懂他的感覺 最近因為可能沒有那麼常po 然後影片的素材可能大家也比較不熟悉 然後導致就是我自己也覺得我跟我的頻道越來越疏遠 忘記講我剛剛用的是Milk Makeup的 它是一個保濕的長得很像 長得像止汗劑的一個保濕膏 然後其實老實說它有沒有什麼保濕效果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上在臉上非常的冰涼非常的舒服 再來呢我會很快的上防曬 防曬我最喜歡的是雅漾的防曬 碧玉蕾我也很愛 然後再來是雅漾 我覺得這一罐非常非常的好用 然後它有S30PA3的加 然後呢防曬這種東西呢 基本上呢就是要用的足夠 然後用完防曬之後呢 我想上一點點折折撐起毛孔隱形露 在鼻子周圍 我最近鼻子毛孔超級粗大的 就覺得可能是換季的關係吧 就覺得自己的肌膚狀況 不會就不穩定 那就是毛孔看起來特別粗大 好今天也要順便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很喜歡的底妝方法 我最近就是因為真的很懶得上粉底液 我就會趁保濕跟防曬還沒有完全乾的時候 趕快來上一點校色的粉 然後我用的是Shading Light的Palette 它裡面就是有修容打亮色 然後都是圈霧面的 因為我眼下的那個 就什麼 黑眼圈比較明顯 所以通常呢我都會先上一點點像這種 水蜜桃色的粉 然後先校色一下 眼下 有沒有看到 就這邊還是會有一點 藍藍的感覺 然後上一點點粉紅色的粉 水蜜桃的粉之後 這邊就相對看起來會比較明亮一點 然後呢我再沾一點點亮的這個 中間這個最亮的 然後就是這樣我的眼下打亮 就是校完色之後 然後幫它打亮 所以你看這樣子 這邊呢就是比較暗 然後還有黑眼圈 這邊校色完之後提亮 就這樣這麼簡單 其實它跟我們常見的遮瑕的方式是一樣的 但是最近因為我上班什麼的 我就很懶得用液態 那液態你還要就是 什麼還要用Beauty Blender什麼的 我覺得有點懶惰 所以如果我今天很敢 但是又有一點 又希望它看起來是有一點點遮瑕 有一點點校色效果的話 我最近都喜歡偷偷用這一招 然後再來一樣是秤就是 整個底妝還沒有乾 不是底妝 保養還沒有乾的時候 趕快上一個高遮瑕的粉餅 輕輕的刷過然後蓋過剛剛我的那個眼下的地方 這樣子的妝感會非常非常的自然 可是因為如果你挑一個比較高遮瑕的粉餅啊 那個基本的 基本的遮瑕效果還是有 像現在這樣子 像是平常我上班 我不需要特別無瑕的底妝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方法 簡單的校色眼下提亮 然後再上一個高遮瑕的粉餅 然後就結束 拉近給你們看 就是粉餅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很快的柔化你的肌膚 然後自然但是還是有一點遮瑕 我最愛用的眉筆是遮細我的眉筆 最近真的是熱愛 我最近很喜歡很自然那種 簡單的毛流感的眉毛 不會有一個很硬的框那種感覺 就是我很希望是它是很自然的一根一根的毛流感 然後這一支很細 所以它可以畫出非常細的毛流感 我非常喜歡 其實它跟我以前非常喜歡用那個 Anastasia Brow Wiz的效果一樣 雖然我還是很喜歡Brow Wiz 可是不知道Brow Wiz就是現在比較難買 所以呢我習慣就是會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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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勾 勾一個框出來 天啊我最近真的需要修眉了 所以我會從下面這樣子往上勾 勾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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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後剩下再往旁邊帶 他不會是最工整的那種眉毛 因為我其實沒有 最近啦我沒有特別追求超級俐落工整的眉毛 我只是追求快速然後自然的感覺 所以最近我很喜歡用這支眉毛 畫眉毛 那講到benefit 很多人都知道說我其實在benefit上班 然後我是做benefit的行銷跟公關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的頻道 要跟我最疏遠的一大原因 也是因為就是可能要請大家稍微想像 就當你是歷屬一個品牌 你要推薦別人家的東西的時候 公司通常是比較不樂見的啦 就是當然他是希望 他希望就是身為公關 你就是要成為品牌的門面一樣 你要為品牌發聲 然後你要推薦自己家的品牌 同時我也不可能去跟大家講說 什麼東西我覺得不好用 或是 就是我最近買什麼東西很雷 我也不太能這樣講 因為可能對很多品牌來說 他就會覺得說 你就是別的品牌的公關 你當然要攻擊我們家的品牌 你要當同時當一個美妝的公關 又要同時經營一個 就是要能夠公平分享美妝的一個頻道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困難 我發現說我分享美妝這件事情 已經不再具有我以往的公信力 我很難做人之後嗎 我之前也有在就是 生活裡碰到就是訂閱者 就是你們 然後也有很多人會問 你為什麼不拍美妝了 然後我想說 我就是 你不準我也很想 我也很想要就是公平公正拍美妝 可是身為我現在的這一個 呃職位 我覺得我已經很難再 保有公信力 那我自己也很認清 我的工作性質是這樣子 然後我的任務是這樣子 呃 我懂 我都懂 我還沒有心裡準備要去 就是去 蜕變我的頻道吧 應該這樣講 我曾經以為我可以 但是我後來發現 真正下去操作的時候 發現說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自己想 我沒有自己想像中的那麼厲害 我還有很多 心理上的 一些心境要去做調整 我才能夠慢慢回到我這個頻道 那當然某方面呢 就是因為我工作很忙 所以我就是一直 你知道 把自己 就是沉浸在 就是工作很忙 工作很忙 我一直都是很秉持著 要非常open的 跟你們分享 我現在的心境啊 我現在 現在的處境 那這次也不例外 就是希望大家 可以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讓我思考一下 說 我要如何去 重新定位我的頻道 然後我可以 產出 是我自己也喜歡的內容 然後同時 也希望是你們會想要看到的內容 那如果說你們有辦法提供一些 就是你們想看的東西 但是又不是全然是彩妝內容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我覺得我剛剛講的不是很好 可是希望你們大概有懂我的 我想表達的 欸不好意思我剛剛開了冷氣 因為實在是太熱 我很快畫眼線 好畫完了眼線 然後順便刷了下睫毛 不知道 這一盤你們大概don't care 再來呢 很快畫鼻影 那鼻影的話呢 我會 用 這兩個顏色混在一起 再來是我最近最喜歡的 就是腮紅跟打亮這個步驟 那我好用的是Benefit新推出的 夾彩拉拉隊 這一盤呢 它最棒的地方是 它第一次推出了新的打亮色 然後它是一個 粉紅色的偏光 然後是有點偏香檳精 上臉的時候很像香檳精 上一點點臉部的修容 我用胡蘿 再來呢 我很喜歡用Dallas 是有一點 磚土色的腮紅 然後呢 我很喜歡把它上在這個位置 就是有點像是 跟修容混在一起 這顏色 其實我很多人不敢用 土色的腮紅 可是我覺得 這個顏色非常非常的好看 然後呢 我很喜歡用這一支 叫做艾諾奇的刷子 因為它是個斜角的 所以我喜歡 大面積的地方用斜的 然後呢 我再沾一點點Dandelion 就是蒲公英 但是我是用尖尖的地方沾 你看到 那蒲公英呢 我喜歡上這個地方 蘋果肌 眼下的位置 所以是 有一種修容 然後到土色的腮紅 然後眼下的位置 會混入 淡淡的粉紅色 再來呢 我覺得要來上 打亮 那打亮是這顆 是可以叫做Tickle 然後呢 它雖然在盤 就是在盤裡 看起來是粉紅色 那它實際上臉 真的是金色的 可以看 是不是 它其實上臉 是 香檳精的感覺 你如果上的夠多的話 還是可以看得出一點粉紅色 可是基本上上臉 是滿 滿香檳的 同時我想要沾一點點 一個很細額的刷子 然後上眼頭 然後再上一個 裸色的 唇膏 然後這個顏色 神美 好啦 妝容大概是這樣子完成了 我很喜歡今天這樣子的妝 自然的底妝 其實還是看得到有點瑕疵 可是基本上該有的 基本的遮瑕度是在的 然後我很喜歡自然的眉妝 配上自然的唇妝 然後今天比較 稍微比較不自然的眼線吧 今天下手有點太重了 所以你如果想要自然的眼線 就不要把貓眼勾到那麼後面 當然是這種感覺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支影片 我知道說我消失了很久 然後很感謝你們還願意再點這支影片來看 我這幾個月真的發生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對然後我知道 我剛剛有提到說我阿公就是去世這件事情 其實我阿公去世這件事情是喜事 因為我阿公已經過一百歲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 那時候半三月的時候 他所有東西都是印成紅色的 所以其實是 一個蠻值得慶祝這件事情 就是他能夠 這麼開心的活到這麼久 而且他是在我們 全部的就是 然後子孫啊都在場的情況之下 離開我們 所以那時候 我阿公就是 離開的時候 我也在場 然後是一個很溫馨的一個狀態 最近我雖然很忙 但其實我的心情一直都是 蠻開心的 唯一這幾個月 讓我比較難過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 持之以恆的一直推出 我喜歡的內容在YouTube上面 然後這個的確是我個人的課題 唉我覺得齁 就是我年紀越來越大了 我今年28歲 可是我並沒有覺得說 我自己的心思有越來越成熟 我反而覺得說我耐心也變少了 然後我的創意也變少了 就是各方面我覺得這一點還蠻令人挫白的 就是我自己還需要花一點心思去 嗯捉摸的地方 我知道我今天就是講了一堆 就是我自己也聽不太懂 我自己在說什麼的話 就是希望你們大家看得開心 然後我等一下會拍一支 我的近期最愛的產品 然後你們大家就是 參與翻頭的時候可以看一下 謝謝你們一直以來的支持 然後我知道我YouTube頻道沒有在po 可是你們可以到我的Instagram頻道上面 我幾乎天天在Instagram上面跟大家互動 所以你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直接Instagram然後私訊小盒子 我基本上每一天都會回答 好啦雖然我沒有辦法保證我下一次什麼時候上影片 可是記得按下面紅色訂閱鍵以及小鈴鐺 所以我會通知你什麼時候會有新的影片 好啦那我們下次見啦 Bye